12月20日,有网友爆料李亚鹏现身洛阳景点参观,戴着帽子的他穿着一身身色外套,前呼贺庸随行人员众多阵仗大。 早前,李亚鹏先手心欢参加朋友聚会备拍,女方面容清秀长发飘飘,靠在李亚鹏肩膀十分娇羞,更帮其大方挡酒,两人离开饭局更实质紧扣,十分亲密,据网友爆料,照片中是李亚鹏在洛阳的上阳宫参观,除了参观之外,他还在洛阳考察了某项目。 早已不演戏的李亚鹏,已经转战商场多年,但因为家庭成员都是娱乐圈的明星,所以自然也和娱乐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李亚鹏自从与王妃在2013年离婚后,感情一向很低调,前不久慈善基金在内地举行晚宴,再见也是朋友的王妃和李亚鹏,每年一度合力为基金出力。 王妃跟首任老公邓为所生的长女,邓静童也有现身,一家四口难得同场。